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指出 自杀与危机生命热线988 未来将以线上视讯的方式 来帮助全美数百万名使用美国手语的人群 提供一条紧急求助的新途径 目标是要共同打击近年来 不断持续攀升的自杀率问题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强调 使用美国手语的人群 未来只要上网到生命热线网站 并点击网页中的ASL那按钮 即可通过视频电话 迅速连接到经验丰富的心理辅导员 新服务不仅消除了语言和沟通障碍 还使得在心理危机期间 包含听障与视障人群 都可获得及时和有效的心理健康支持 目的是要确保没有人 会在面临心理危机时 感到孤立无援 因为提供帮助的大门 包括生命热线网站与生命热线988 总是敞开的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